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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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谷歌开发社区全球大家的一份 社区中的每一位组织都是来自于各个行业有着本职工作的互联网层约者 然后我们每年也会举办收视上大大小小的技术分享活动 像IO20的WTM 也就是这个女性开发的捷 还有这个DevFest 以及各类的MeetHub等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西安GDG微信公众号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屏幕的右下角 然后在后面继续参与我们线下的这个活动 我们呢也会在这个第一时间呢 在微信公众号呢公布我们新机活动这个预告 大家可以到时候留意 那我们本期的新机活动呢 是由我们王贝贝老师他带来的一个分享 主题是对话机器人技术在远离宇宙之虚拟社交和虚拟提升场合理下的应用 王老师呢等先后就职与中国商飞尼尔森 那县为呢是平安归陀高级丧老公司 他从事呢推荐自然游言处理技术方向多年 目前呢是所在的项目为金融跟对话机器人领域的 那接下来呢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也欢迎大家呢在弹幕当中进行讨论 那我们会从弹幕讨论结果当中去出去几位的这个讨论者 然后呢最后呢送上我们的这个奖品 那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这边的私信 然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就是收集联系方式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 那我们就把交给这个今天的讲师王老师 那由他带给我们关于这个对话机器人基础 在元宇宙的虚拟社交 虚拟提升常见价的应用 那王老师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 这边都能 可以听到我说话是吧 对对对没问题 好 现在这个PPT也能看到对吗 是你需要先共享你的屏幕就可以了 哦好 嗯 嗯 嗯 稍等一下我通过一下权限 嗯 我们倒稍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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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这边显示他人正在共享 此时无法发起共享 是 是吗 我给你先关一下 好的 好的 嗯 可以共享 嗯 怎么还 现在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可以看到我的那个桌面了是吧 对可以 最多包括你的窗口 然后你的声音可能需要大一些 哦好的 啊 那个我今天讲的主题是对话这些人在 原宇宙之虚拟社交 是你提升场景下应用 嗯 嗯 就是我们可以先看 几个 比较就是 去年20 啊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一个电影 就是 赫尔讲的是 嗯 有就是有 嗯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西方很多的他们的一些科幻电影都会呃成为 呃成为就会就是大家的历史会按照他们的科幻电影的思路去发展 比如像这个赫尔还有就是去年的这个嗯 嗯 就是他他里面有那些NPC玩家他们呃就是我们在那个 呃对话机器人里面可以做一些Personal设置的一些比如说某些呃角色他只只负责那个做一个咖啡呃咖啡师或者是一个警察等等 啊还有就是很早以前的那个Bamax我觉得他更多是偏向于任务型的就是 嗯 会根据你会他会通过传染器扫描你的这个状态然后去他的那个知识库里面搜索一些 呃医学的知识然后来告诉你要用什么样的药啊什么的 对 嗯 然后呢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说 先 全屏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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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是这个呃首先从这个呃对话机器人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从大概从六六十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基于规则的然后后来发展成就 对于数据库知识图谱 然后就是开放域的open domain QA 然后目前会稍微讲到主要的一些 主流的一些对话机器人框架 框架像RASA、蔚来小兵 百度Platto还有Replica 还有POW AI 一个是Facebook 然后首先可以看一下 我们企业里面都使用的是任务型的 就是客户不管你的场景是 是比如说贷款还是银行的销售 或者是比如说质检合规等等 那我们都是客户的那个声音 通过ASR转成文本 然后通过就是 就是它是会有那个NLU模块 以及那个DM模块 就是通过意图识别 然后还有就是对话管理 对话管理一般就是通过一些配置文件 就管理对话流程 它又分为DST和DP 然后最后是合成文本 转成语音再输出 然后现在元宇宙的话呢 就还可以再对声音进行一些加工处理 让它具有一些 比如说符合一些人物性格的一些 比如就是语音的一些处理吧 然后呢就是NLU这块的话 可以基于规则 也可以就是用召回式 召回式就是先第一步做那个retrieval 就从知识库候选的那些 那些那个意图当中进行匹配嘛 匹配的话就是计算句子的相似度 那基本上会可以用那个elasticsearch 有计算相似度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使用双塔结构 就是sentence board 然后呢第二步就再进行那个金牌 金牌的话 金牌的话呢就可以用类似于robot等等 然后它的意义就我们知道最早是提出一个图灵测试 就是希望对话本身可以检验机器能能否思考 就像人类一样的思考 这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目标 然后我们目前发展的情况就是 就是搜索系统嘛 就大家去搜索引擎里搜索 那就是我们用户主动 然后服务提供方被动 然后后来就就是推荐嘛 推荐的话 大家都是被动的 然后是根据服务方 根据算法 根据你的那个用户画像 有基于那个基于物的和基于用户的 来给你进行一个推荐 所以是这样子 然后对话系统呢 就是可以进行一个交互 它就像人机交互 就让它越来越像人与人之间的交互 这是我们研究对话基于人的意义所在 然后 然后是说开放语 重点讲开放语 就是前面也讲了一些 kpqlator 然后主要讲开放语 这个这个它其实 就根据RASA的那个框架 就是主要还是有那个pipeline形式的 就是类似于搜索引擎 就分还是刚刚说的分为就是 那个NLU 然后候选召回 还有答案抽取 当时是一个 一个也是一个比赛 好像是那个取得了那个sota的结果 但它仍然还是pipeline的形式 就是 然后接下来是说这个 就是之前的一个 Retrieval Augmented Language Model 这个的话 它是 这个是后来提出 去年提出来的 就是 看一下 它是意思就是 我分成检索和预测两个步骤 就是更多的现在就是基于检索 就是第一步是检索 然后再结合机器阅读理解 那这个 检索的话呢就是 就是我们先以那个输入 输入的 从支付库中检索 就把它作为输入 然后呢 找到有帮助的这个集合 然后就是 然后第二步呢 是根据你检索的结果和你的输入 然后生成输出 就是这里 把这个z 当作是一个影变量 然后我们要求这个 这个 这个概率 就是概率值 让它是 最大 就是目标函数 然后 然后同样还是那个先做 预讯 预讯链 就一个无间督的 Mask Language Model 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 好 这个是 KNN Language Model 就是会加入 就是 就是 最静零嘛 最静零模型和语言模型相结合 首先基于这个数据训练集建立一个数据库 然后 然后 就是 预训练 那个Key是它的那个预训练权重 然后那个Value是它的这个目标词 数据库的这个Key和Value 然后根据 给定上下文的这个 CEI预测当前 目标词VI 目标 目标词VI 那个 从这个数据库中找到CEI的Key最近零 然后就有相同目标词的概率进行一个聚合 然后得到一个目标函数 就是这个分布 这个概率 概率分布 嗯 然后呢 就 嗯 嗯 就对 然后还是用那个 嗯 就损失函数最小来那个与迭代优化 嗯 就这这种方法也是基于检索的 就是 通 就是 嗯 把训练样本跟这个测试 测试样本 嗯 映射到这个 嗯 映射到就是 嗯 映射到下一个句子 然后 嗯 然后就 上面讲的都是检索式的 然后 还有就是那个 呃 生成式的 生成式的就有那个GPT2 GPT3 还有 这个T5 T5的话 嗯 但是呢 就生成式的比较不稳定 还有 还有就是 嗯 那个 参数量比较大 比如 比如像T5的话 可能就是B零 B零级的参数量 而上面基于Bort的可能只要 只是Million级的 嗯 就简单讲一下发展现状吧 然后接着讲对话机器人在 嗯 这个虚拟社交和虚拟提升 场景下的应用 嗯 嗯 因为这个 它肯定是 我先是开放语的 然后 我们 我们现在元宇宙发展嘛 就是很多 呃 数字 虚拟偶像等等 嗯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些短期的视觉冲击 就可能 呃 比如说 我 我做一个 我做一个开发者 呃 做一个开发者 我就做很多 数字偶像 数 那 呃 用户喜欢呢 就重点去做 不喜欢就放弃 而且可能对于Z Generation的那些人比较友好 但他们的注意力也很短 那然后我就是觉得 还是要在那个 呃 还是要在 嗯 就是自然源处理 对话机器人上 让那个用户和这个机器 和这个虚拟人的这个交互更加 更加能更加的多轮 然后更加 嗯 这样才会 才会能长远发展 然后再就是有 要营造 呃 社交氛围 呃 打 就是提供 就可以破冰 提供那个话题 嗯 就怎么能 呃 就不像 比如说 大家可能都在那个 都用过小冰等等 就会觉得不够智能 就是怎么能够 呃 就有个CPS 就是conversation procession 能提供 这样之类的一些参数 然后呢 就是通过统计用户在 呃 所有对话有效范围内停留时间 推断用户偏好 就跟推广 呃 跟推广 所有结合起来 然后虚拟替身 呃 跟他一模一样的数字人 包括口型和他说的话都是能对得上的 然后那么他说什么话 那就完全属于就对话之间的范畴 就 就嘉宾说什么他能够很自然的回答 不会显得非常的 呃 呃 不够智能 就是几个点要求 然后 但是挑战也是很大 就是我们正常 我们正常情况下的对话 不仅仅要有 要看对方的这个person啊 或者他的一些用户画像啊 还有跟你发生的语境啊 你跟对方这个关系啊 还有你的意图都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你你是想闲聊啊 还是有目的性的 想想让对方做什么 这就都会影响你话题的方向 导向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呃 除了以上这些呢 还希望我们的那个 在对话过程中 内容做到研制有误 逻辑自洽 能呃 动画机器人可以引导话题 还有就是人格稳定 还有就是长效技艺 还有就是 呃 一些伦理方面的 呃 比如 比如是 还有他的价值观 那别不能引导什么 比如法西斯之类这肯定是不行 然后呢 就目前 呃 目前讲一下 就是百度的plateau 就稍微比较新一点 他 呃 基本上通过大力出奇迹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 呃 逻辑 上下文逻辑 内容方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呃 但是长销记忆和这些正确价值观还没有解决 呃 也是有待解决 呃 就可以看到这个plateau是 呃 它因为是三版吧 plateau 一二还有axl 然后它是 呃 pre-trained dialogue generation model with discrete latent variable 就是先是做三个 embedding 输入到transformer里 呃 是呃 生成这个中间变量 然后这边是 呃 就计算这个 就最后出来是这个loss function 然后就 求这个显示还是最小这样 呃 这样的一个网络结构 呃 这接下来是呃 是提出基于这个 哎呀 这个时间 呃 这动态搭配了自然语言学习 就是去年的一篇论文 就是 呃 a listener using two types of population 呃 然后这边是a fixed set of speakers and listeners are trained using self play 呃 就是有不同的agent 那么这样 然后呢 就是 a meta listener is trained by interacting with the fixed population of speakers 然后这个 meta listener is trained us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of speakers 在提示刻 speakers are added to this population iteratively by training the latest speaker with the update meta listener in the bottom phrase face 然后最后是the final trained meta listener plays with human speakers during test time 哦 就是一种动态 动态 聚动态搭配的 学习 哦 主持人我这边 讲完了 有点快 ok 好的 呃 这边感谢王老师今天刚刚这个精彩分享 那呃 大家呢也可以扫描一下这个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呢进行我们这个讨讨讨论群 然后呢进行我们这个讨论群 这边是社区说的一个专门组件的一个讨论组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去讨论 那那我们这个一会儿的话我们也会去对讨论的这个同学呢给大家进行抽奖 然后呢这边会收集大家的这个联系方式这样子 ok 那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下期的这个活动呢 呃日期呢是在 这个1月20号也就是 也就是1月20号也就是下周四的晚上 然后呃是由这个活动是由这个广州GTG承办的 嗯然后呢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讲师分享嘉宾呢是王思宇老师 他带给的我们的是关于HLR GHLRIR的这个Deployment分享分布式框架 然后这次呢 这次呢就是我们呃再次感谢我们的讲师王老师今晚的分享 然后呢也感谢呃今天参与活动的同学 然后以及设计所相关工作人员 哦大家辛苦了啊 然后晚安 哦再见 今天 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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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